近日,纵红案的后续在网上持续发酵 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暴露 原本作为最大受害者的林生斌 逐渐成为了幕后的最大boss 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生的第一句话 瞬间就引爆了舆论 那么他说了什么,让网友如此愤怒呢 而他当初为妻子和孩子修建的锦 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现在纵红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林生斌突然选择摊牌 当初那场纵红案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 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走进这种往事中去一探究竟 原本杭州保姆纵红案早就已经盖棺定乱了 对于案件的主人公林生斌的遭遇 诸多网友也是对其表示深切的同情 所以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都是同情心大发 纷纷在网上留言林生斌 不要被生活击倒 要早点从这个案件中走出来 面对网友的留言 林生斌的种种行为也是被人看在眼中 为了将死去的妻子和孩子记住 他花了二十多个小时 将自己妻子和孩子全部化成纹身 刻在了自己背上 然后更是选择成为了佛家弟子 甚至还为妻子和孩子修了一口井 在自顾自地做完这些之后 他开始面对网友的回应 每次在公众场合发言的时候 往往都会提起妻子 言语之间除了悲伤还是悲伤 接下来他为了生活 用妻子和孩子的名字 创建了童真一生 这个童装品牌 依靠着网友的诸多的同情心以及关注 他这家童装品牌的生意还是比较好的 并且是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服装公司 说实话这一切看上去都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符合一个 突糟大难的人应该有的表现 可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前段时间 女生兵在社交平台上公布 自己有喜获二胎 而当这个消息传出的时候 这一次网友们突然反应过来 整件事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对 于是很多人开始回顾 结果发现的漏洞是一个接一个 在案件发生了几年后 林生兵所建立的一直都是一个 对妻子孩子十分深情的人设 而这个东西用得好的时候 可以说无往不利 可用得不好的时候 就会瞬间成为一套欺商权 商人先商吉 就像前段时间的马家琪 作为被时代俊风力捧的一个新人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学霸的人设 并且因此吸吻不少 可是前阵子 当他的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三百多分的总分 瞬间将自己的脸打得啪啪小 很多人都在调侃 花了三十万培训的结果就这 而林生兵的深情人生也是如此 在过去的几年里 基本上每一年在公开场合 以及社交平台的发言 林生兵都会有事没事的 提及死去的妻子 并且表露出一副 非常怀念妻子的样子 而诸多网友也是看在他非常惨的情况下 同情心几乎到处都是 可结果这个一直怀念王妻的林生兵 居然被爆出早就已经找好下一个 甚至连孩子都俩了 这难道不就是白天怀念王妻 晚上陪着现任造人吗 这不就是典型的欺骗大众 就在这个时候 有关林生兵的之前的种种行为 被爆出另有目的 甚至连那口井都满睡一点 那么问题来了 林生兵为了怀念妻子和孩子 见的那口井到底有什么问题 而他虚伪的面孔下 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 林生兵为妻子和孩子所挖的那口井 对于这口井有网友表示 林生兵在上面刻的字 其实大有深意 原本按照网友的理解 童真一生应该是取字 妻子和孩子的名字 简单来说也没错 可是有个成语叫细思极孔 当网友仔细分析那几个字的时候 发现这个东西很不对劲 首先童这个字 来源应该是已故孩子的童字 可是去掉三点水 就是不给水的意思 自己逝去的妻子和孩子 都是火中丧生的 那么不给水 这不就是不给活路吗 而且在火中丧生的他们 最害怕甚至不敢靠近的 应该就是火了 可是根据资料显示 林生兵和现任结婚之后 生下的女儿的名字 确实叫暖暖 名字取得就有点那啥了 而近日又有媒体爆出 林生兵疑似定居澳洲的消息 而根据相关网友的爆料 林生兵现任妻子和孩子 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了移居 而他们的地点就是澳洲悉尼 如今在思考林生兵 为什么在孩子刚刚出生就要曝光了 这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摊牌 至于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瞒不住了吧 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而且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当事情的一些真相曝光之后 林生兵自然也无法再继续瞒下去 所以为了选择在这场博弈中 占据有利地位 林生兵果断选择了 先下手为强 主动开团 总好过被人曝光牢底 至少他可以做出相关准备 比如之前消耗大众的同情心 建立的服装品牌店 童真一生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前面几年 他建立的店铺的生意 还是非常不错的 甚至有很多人 就是被林生兵的事情所感动 即便自己不穿 或者没有需求 也一样看在这件事上下单了 就是为了支持一下 这个秃遭大难的人 再加上林生兵 有事没事的消费一下网期 可以说是赚的盆满钵满 可就在他所做的事情被曝光之后 面对网友的诸多质问 他并没有站出来回应 只是一次在朋友圈发文称 清者自清 以及江湖再见 而这个时候 网友再去看他的店铺的时候 突然发现 里面的所有的商品 全部都已经下架 甚至连发票 也已经不再开车 而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 那就是他的事情 已经快要败露了 已经快要瞒不下去了 所以此刻的他 已经不再需要网友的体谅 也不再需要网友的同情心 毕竟这几年赚的钱 已经足够了 全面退我 然后移居国外 再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而在说出后悔无期 这句话之后 他也已经不再需要为这件事情 担心受怕了 同时也不再需要向人解释 而且照现在这个局势 即便是他站出来解释 相信也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听 毕竟这几年早已经看习惯了 可问题是 这并不是关键 万能的网友 怎么甘心被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骗得团团转 于是当初纵火案的一些真相 也是被发出质问 林生斌和那个纵火的保姆之间 有什么关系 而他为什么对于前妻的父母 说出法庭上见的话语 这还要和林生斌 近段时间 宣布习的二女有关 原本他深情人设 一直都是被众人深信不已 可是他迫不及待 公布这个消息 瞬间又让人们发现了一些 当初纵火案中的一些疑点 当初在他们家上班的保姆 在纵火案发生之前 就曾偷盗过雇主家的财物 并且做一个保姆 他甚至连饭都不会做 那么问题来了 职业技能不过关 人品也是有问题的保姆 为什么可以在他们家坐一年 而根据后来那个保姆的招供 他说自己是想通过救火立功 来再一次获得雇主家的好感 可结果却因为伙食太大 导致他完全来不及救火 自己独自一个人就跑了 可整件事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难道说如何控制伙食的大小 他没有计划吗 这显然存在问题 而更加有问题的一件事是 这个保姆的儿子 原本是一个完全没有人管的处境 可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居然被保送出国留学了 最重要的是 对于是谁出资保送他 居然完全查不到 这就让这件事变得颇为有趣了 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林生斌和保姆之间 是不是存在什么交易呢 要知道原本的前者 只是一个理发店的员工 只不过恰好认识了朱小珍 夫妻两人在妻子的父母 以及哥哥的帮助下 成功将服装生意做了起来 所以说 这又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不过如今那个纵侯的保姆 也是早已经伏法 现在哪怕是想找证据 也是死无对证了 可惜舆论这个东西 是不讲证据的 就像当初人们有多同情 林生斌 现在就有多恨他 所以现在网上基本上 都是怒斥林生斌的生意 而就在这个时候 网上一个疑似林生斌父亲的账号 公开发言 称自己儿子已经处在崩溃边缘 希望网友给他一些时间 可问题是网友根本就不买单 现在来崩溃有用吗 当初为什么梳了一个申请人设 来欺骗所有人 不过这个疑似林生斌父亲的账号 很快就被网友证明 并不是真的 可这基本上和林生斌 脱不开关系 毕竟现在 他不仅面对的是 万千网友的斥责 甚至他在生活中 也已经被朋友孤立了 公司的员工也是纷纷辞职 可以说是学生家生 不过这应该都算是报应吧 而就在这个时候 林生斌的大舅子 却站出来了 公开发声表示 遗产有问题 林生斌与前妻 朱小珍的父母之间 还在争夺财产 就在7月1号 朱小珍的哥哥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公开谴责林生斌 要求他将相关财产 还给其父母 这个大舅子在文章中提到 自己对妹妹选择林生斌 是非常不理解的 因为他选择这个人 感到不值 甚至在之前林生斌 营造自己深情人设的时候 他是非常伤心 可更加让人难受的一点就是 林生斌不愿意将相关资产 归还王妻父母 甚至还说出 想要钱的话 让两个老人找律师 来和自己谈 在所有网友都在斥责 林生斌的大背景下 这个大舅子的发文怒批 瞬间获得了诸多网友的支持 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不少粉丝 而林生斌的一句江湖再见 表明他的内心是不服的 可以说他就是抱着一个 死不认错的态度 可文怡支持他这么来的原因 大概就是死无对证了吧 所以林生斌完全不理会 网友的各种贺责 并且为了不躲避网友的指责 即将一句古爱 不过天网恢恢 殊而不漏 林生斌这样的行为 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报应的 对此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 你认为林生斌有被原谅的可能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